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坐車一路開進 前雲林縣長張榮衛的豪華住宅裡 人一下車張榮衛和女兒張家俊就在門口迎接 張榮衛一看到朱立倫主動伸出手和朱立倫握手 接著一群人進到屋內會談談些什麼 引發外界關注 到縣長那邊去談一談我們雲林的一些選情 那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要團結努力 希望2024年不管我們在總統或立委都能夠團結盛選 朱立倫說和張榮衛後面是要談雲林選情 不過日前張榮衛才表態支持郭台銘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五月初郭台銘到雲林跑行程 張榮衛全程跟在一旁用行動力力挺 但後來國民黨徵召侯友宜這回碰面朱立倫被問到會不會尷尬 朱立倫沒正面回答簡單一句都是我的好朋友就快閃離開 和張榮衛碰面雖說是要談選情但外界不免聯想 是不是要替侯友宜拉攏地方勢力 華為新聞連駕西縣宗 吳建宏雲雲林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給您嶄新視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